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闲赞博射 提到模特,大家会想到的是杰克之光大KK,还是中国超模刘文 又或者是Chanel亲女儿Cara Delvinian 这些年轻的模特用她们肉体给我们展现了青春的美好 可惜的是上天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那么公平 美国女孩Rebecca Mary也是欧美小有名气的模特 比起维密天使的华丽梦幻,Rebecca更像是折翼的天使 上天对她非常的不公平,可她却用超乎常人的坚强和毅力回报这个世界 Rebecca是一名残疾模特,她和她的机械手臂最近在纽约时装周上大展风头 Rebecca来自美国新泽西州,就算是天生失去了右手臂 这也丝毫不影响她对美的追求 这次的时装周并不是她首次亮相 其实一开始,她的模特之路非常辛苦 曾有很多的模特公司,因为她是残疾人而拒绝她的简历,冷眼相待 在无数次的碰壁之后,Rebecca接受了自己和别人的不同 但是她并没有放弃,而是找准了自己的定位 把这一弱点变成了自己的优点 所以她在四年前给自己配备上了高科技一支 这款名为LM Quentin的价值带用动作控制前沿科技 在练习过后可以完成生活中大部分的动作 也许是上天终于可怜了一次Rebecca 又或者是她的机械手臂太特别了 她得到了很多工作的机会 并且成功地登上了纽约时装周 好吧,小编认为模特就是需要这样的独特性 应该有自己独有的风格,而不是迎合大众审美的网红脸 再说了,人无完人 把缺陷转换成某种有意义的事情才是我们该追求的 好吧,希望地球人不断地作药,让我们继续吐槽 世界如此枯燥新闻也需要请调,还不点关注你是在等什么呢